北干娜娜社区因缺乏举办活动的空间 志工与世相当地实业家 也是社区志工的郑明福和刘路娘两夫妻 商界他们的老家作为活动中心 因为我们起先是有办手工班 用我的前面的家 也看手工班办到又很成功 我后面还有一间 不如你们拿去用 我征求我师兄的同意 他答应 很感恩他 还有感恩法亲们 大家一同共同来协助完成这个家 十多年前 我就是要在北干娜娜 有一个慈祭中心点 但是一次又一次的都没有成功 这次是无心插扭扭成音 也是美音师姐的推动下 才能够成就这个点 经过一番整修之后 北干娜娜的慈祭志工 终于有了固定的家 在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北干没有一个固定的共修处 或者一个活动空间 变成说他们每次在开会 都会在不同的师兄姐的家 甚至有时候接不到地方 就也不能够去完成会议等等 这样的一个情况都常常出现 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的名副师兄跟陆娘师姐 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舍得把他的这个空间 就是这样子来让给慈祭来应用 希望人多力量大 一起来进化人心 期待未来北干的活动会越来越多 能够接引更多的菩萨 让更多的人认识持续 新的联络点落成后 透过一系列的活动 志工们将在社区发挥更多善与爱的效应 大爱新闻 珍珊美之宫 马来西亚报导